饮食问题 老生常谈了,要满足营养充足又是当季口 这两者的平衡却是不易掌握 顺有可以在平时的生活中慢慢摸索经验 养成油脂低蛋白,低原的饮食习惯 三,控制好其他影响因素 血压高的,一定要稳定血压 如果血压持续涉高 那么你的病情会比别人恶化的更快 在选择药物上,可以首选普利和沙坦的降压药 既可以降压,降蛋白,还有利于保护肾功能 如果是糖肾,那就要积极控制血糖了 在选择药物时,要考虑到肾总态的问题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